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市场奋学员小涛我也来了 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 包括小盘股相对是回调的幅度比较大 从板块这个角度去看software软件板块今天的回调都是比较大 还有整个银行板块也是 非常红的一天 从大科技这个角度去看 特斯拉领跌 有新闻说特斯拉的上海工厂12月份非常有可能会减产 但是特斯拉上海也进行了一个辟谣 至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这件事情应该就会水落石出 到底有没有减产 到底需求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接下去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进行降价 应该是一件在大家期许之内的一件事情 一是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下跌 第二点 随着特斯拉的一个production慢慢上去 其实特斯拉的margin是在一直在上去 所以在需求端这一块如果有开始放缓 特斯拉其实是有这个buffer去牺牲一点自己的margin 去换来短期之内更多的一些市场份额 和全球因为宏观的关系需求放缓的原因 今天整体股市的下跌 市场所给出来的一个理由是因为 ISM他们出了一个服务行业的报告 整个服务行业非常的火爆 仍然是非常的强劲 那所以背后可能意味着美联储需要以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去打压这个市场 那所以造成了今天股市这个下跌 这是今天市场背后给的一个逻辑线 那但我更多的一个理解是 那前段时间可能涨的比较好 那包括昨天视频里面我们看的一张图 那美元指数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超 非常接近于超卖的一个区间 那所以短期之内的一个反弹是技术上的一个需求 那市场对于ISM的这个数据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敏感 那起码不会敏感到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我个人看法 我更多的觉得是技术上的一个需求 那多过今天对ISM这一份报告的一个反应 好 但是无论如何 那今天我花一点时间 我们去看一下那这一份ISM的一个报告里面 那在服务行业这一块到底有哪些指标 它是非常的强劲 那然后带大家去看一张高盛所做的一个对比 那他们对比的是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 那这两种基金在板块上面的一个布局 有哪些共同点和哪有哪些不同点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基金 他们现在是做多哪一类板块 在做空哪一类板块 那还有就是这两类基金 那他们对于板块上看法的一个差异到底在哪 好吧 那在开始经历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进行的赞 那首先我想再聊一下通胀 那么在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花了一段时间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把我思考的这个结果和这个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也欢迎大家听完之后 在留言区里面发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影响通胀的话 主要其实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那么而这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大多数的一些行业里面 现在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供应链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保守的说 70% 80%的问题 基本上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解决 那么那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所影响通胀 我觉得应该就是从整个劳动力市场去出发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 那么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疫情 疫情导致了什么 疫情导致了很多人提早退休 在鲍威尔上次的一个发言里面 他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缺口在350万人 而其中一边有250万人是因为提早退休所导致的 那么那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短缺 对于通胀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或者它影响的一个机制到底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们退后一步去看 那从最宏观的一个角度去看 如果我们去看GDP 那GDP无非就是生产价值的一个总和 而这一个生产价值 它包括了那对于商品的一个生产 和对于服务的一个生产 那而其实GDP的话 那约等于整个劳动力市场 或者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去乘以这一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那从长期的一个角度去看 这个效率也许可以通过科技的方法去增加 那但是从短期的一个角度去看 如果我们假设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效率不变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那总人数它下降 那我们实际的这一个产出就会减少 那如果说产出减少 而是一个需求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下降的话 那那就造成了一个产出和需求上的一个不平衡 那一旦产出和需求上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的话 那就会导致价格上涨 就会导致通胀 那价格上涨可以反映在服务这一块 也可以反映在商品这一块 那其实这也是现在美联储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想通过加息 那把需求这一块往下一压 那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也打压了劳动力市场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那美联储的一个加息 我们可以看到 那它加息直接影响的是 那两个市场是最直接的 第一个就是房市 而且和房市相关的一些产业 那第二个和加息息息相关的就是车价 那然后同时因为整个市场流动性的一个下跌 企业开始累紧酷达带过日子 直接影响的是什么 直接影响的是很多的一些科技股 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技公司开始裁员 那然后再开始慢慢扩张到一些的零售商 现在也开始裁员 那但是与此同时非常强劲的一个行业是什么 服务行业 那而恰恰这个服务行业 正是因为疫情那所流逝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 那流出的这一个市场 那所以加息并没有办法直接去影响整个服务行业 那它更多的是第二级第三级 甚至于是第四级的一个影响 那这才是为什么已经加息加了那么久 那而整个服务行业的一个那就业市场仍然是非常的旺盛 那最直接的其实是那如果现在美国马上开放他们的移民政策 那从墨西哥这边引进相对来说啊比较低廉那些劳动力啊 然后去弥补整个那服务行业的一个空缺 那所以这是美国 然后我们放眼全球 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欧洲 那包括看一下大西洋洲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欧洲的一个通胀是因为能源所影响 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英国 那包括欧洲其他的一些地区 那其实现在也存在了这个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问题 那而影响劳动力短缺问题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疫情 那包括我从新闻里面看到新西兰和澳洲都是同样的情况 那甚至于我去看一下巴西 那巴西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那他们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 那labor force 那直接从疫情之前到疫情2020年的时候 跌了要将近7%到8%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那所以我去看一下 那巴西现在的一个核心通胀 那除去食品和能源 前两个月好像去破了一个新高要将近要10%的一个核心通胀 那巴西的通胀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高 那而在全球的发达国家里面 有一个国家是比较特例的 日本 那日本到现在为止 可能工资的话 刚刚才过了2%的一个通胀 刚刚才到了2%的一个上涨 那为什么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日本的这个劳动力 那2019年和2020年 那我特地去看了一下 他们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萎缩 差不多只是在0.3%到0.4%左右 包括2021年比上2020年 那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萎缩 也在0.4%至0.5%之内 那也就说明 疫情 对于整个日本国内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影响 远远比其他国家要小很多 那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并没有看到 那日本在过去两年 有像其他国家一样 那么高的一个通胀 那所以到这边 那如果说我们认可这个逻辑 那通胀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全球的供应链 但是供应链的话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已经得到了一个解决 那么第二点就是因为疫情所导致 每个国家的劳动力一个萎缩 所导致国内的一个通胀问题的话 那么那接下去我们把目光移到中国 那么因为非常有可能 中国接下去要经历的就是 那么每一个其他国家 我们都已经经历过的事情 那么选择开放 它背后是一定有代价 那么这一个代价 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其他国家 看到的一条条的生命 那么所以取决于中国最终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开放模式 那么如果依照那西方国家的这一个开放速度 那么那这一个结果非常有可能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中国国内的这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参与者会往下降 那么那接下去我们非常有可能会看到中国国内的一个通胀 那么试想一下 那么如果全球的一个工厂 那么出现一个通胀问题的话 那么这一个通胀非常有可能会转移到全球各地 那么所以可能在未来的6到12个月 那么我们也许还会看到商品这一关的通胀开始反复 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有可能会来自于中国的一个通胀外出 那么而且我们还没有算上 那么因为中国国内疫情如果爆发的话 导致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次回到美国这边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美国的一个通胀 那么主要分三块 那第一块能源 第二块商品 第三块的话就是服务 那么在能源这一块 那么如果说俄乌战争有任何停战的一个意思 那么也许在能源这一块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好消息 那么在商品这一块 现在因为整个全球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 包括因为一个基数效应 特别是二手车新车的一个价格 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 我们非常有可能会看到 那么商品的一个价格持续下跌 那么但是美联储可能他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疫情 那么有可能会让商品这一块的一个通胀进行反复 而且非常有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反复 再加上对于供应链上又一个shock 那么所以这是商品这一块 最后就是服务这一块 那么如果我们觉得美联储对于服务行业这一块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影响并不是非常直接并没有非常大的话 那么那美联储其实没有办法直接去影响 那么相对而说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工资上涨 那么在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16岁至24岁的那一类人工资上涨同比增长13%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 那所以短时间之内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一些领域 但是对于这一块 那影响可能会非常的滞后 那所以我其实比较认同昨天云森的一个观点 那么真的那再要把通胀带到2% 那美联储可能必须要把经济带入一个衰退 而且这个衰退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衰退 那么其次加上未来中国的一个疫情 那非常有可能会给商品这一块的一个通胀 谋上一层阴影 那么但是在美联储的一个看法里面 只要全球的一个供应链得到解决 那商品的这个通胀就一定会下跌 但是我觉得现在去做一个结论 那么可能忽略了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中国 那聊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这是我今天对通胀的一些思考 那么然后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发表你们不同的一些看法 我们一起可以交流一下 那么回到今天的一些数据 我觉得最影响今天走势的其实是美元指数 包括今天的美债走势 那到现在为止 美元美债美股这三者 他们的一个相关性仍然是非常的紧密 美债和美元基本上每天都往一个方向去走 那我这边说的是一个美债的一个收益率 美债收益率涨 美元就涨 同时美股的话就下跌 所以这仍然是今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逻辑线 但是这种逻辑线 它并不是交易衰退的一个逻辑线 因为如果真的交易衰退的话 那美债的收益率在跌的同时 美股的话是要下跌的 那并不存在市场在交易衰退 所以美债的收益率会下跌 然后美股同时的话会上涨 不会这样 那所以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市场还没有去开始交易一个衰退的股市线 那所以这张图里边 蓝色这条线是美债收益率 然后白色这条线是dxy 今天的话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两者的话都是上涨 那同时伴随的是美股的下跌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高盛他们总监的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 也就是mutual fund 那这两个基金他们在板块上面的一个布局 那所以这两家基金 他们同时做到的四个板块是 那原材料板块 能源板块 工业板块 和医疗板块 那同时这两家基金都是非常低配的一个板块 就是科技板块 那还有一个板块非常有意思的是 那互惠基金 他们是超配 但是对冲基金 他们是低配 那这一个板块就是金融板块 所以这两类基金对于金融板块出现了一个分歧 那我个人的看法 那我觉得整个金融板块还得分 特别即使在银行这一块的话也得分 那银行里面如果在ib这一块 那在交易这一块 那偏重相对说比较多的那一类银行 可能会受到整个宏观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而在consumer这一块 那比重比较多的那类银行 可能相对要说影响会小一点 那特别是现在随着加息的一个节奏 那很多银行现在可以真正干解 他们银行的一个老本行 那就是去做一个借贷 那反映在很多银行 他们上一季度的一个财报里面 这一个净利息收入都非常高 而且同时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坚挺的一个劳动力市场 对于整个消费者的一个信贷来说 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那所以这是financial的银行这一块 然后其他financial里面 还有保险业务这一块 那保险业务以前我们聊过 整个经济周期对于保险行业的一个影响 其实比较小 那么与此同时保险行业还存在一定的定价权 那比如说最近反映在通胀里面 那汽车保险的一个保费 那环比增长每一个月都在1.5到2%左右 那然后我想说一下科技板块 那截止至9月30日 那整个科技板块是受到这两类基金 那非常非常的低配 那理由也非常简单 那科技板块 那和他们四个增配的这一个板块 那一个是南源 一个是北哲 这四个增配的板块 有非常明显的防守性质 那一般来说科技板块是比较激进 因为他们的一个beta也比较高 那这其实回到了前几期视频里面 我的一个观点 那我我个人觉得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牛兽要重启的话 那在牛市重启的时候 那其实领涨的应该是科技板块 那而并不会是一些防守性板块 那这是9月30他们的一个布局 那可能也是比较好的去解释了 从9月份这一波以来 那为什么道指的一个反弹是最好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ism的一个报告 那主要有两个角度 我想说一下 第一个是从就业这个角度 那11月份的数据在51.5 那ism的这个报告 如果大于50就代表 这一个指数它在扩大 小于50就在萎缩 那所以从就业这个角度去看 那10月份已经存在了 某些程度上的一个萎缩 那而11月份的话 招人又在扩张 那从8月份到9月份 也是同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整个服务行业的一个就业情况 仍然是在扩张 那主要体现在几个行业 比如说像农业 比如说像零售 比如说像矿业 那然后看一下价格 那这个价格怎么去定义 那是这一类公司 他们所需要对原材料和服务 所付出的这一个成本 那11月份 这一个价格指数录得在70 那所以不单单在扩张 那而且这个扩张的一个速度非常快 那从比例上 我们可以看到 57%的公司 那觉得这个价格和以前是一样 那剩下有42.7%的公司 都觉得这个价格仍然是在上涨 那而且这一个比例 那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 那也就是在服务行业 这一个通胀 仍然是非常的明显 那而且范围是非常的广 好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那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追击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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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